我们很多将军的坐车 目前的这个行车系录器 也是made in china 国民党立委徐晓星日前爆料 我国很多将军坐车的行车记录器 都是中国制 执意中央韩话的电子设备去红化 难道隆喜给 我们目前已经针对各单位安装的行车记录器 做一个全面的调查 如果查获大陆品牌的话 这些设备会立即停止使用 国防部下令全面清查 等于目前有多少用车 使用到中国制的行车记录器 一时之间还没完全掌握 徐晓星更指出将在十号 国防外交委员会上揭露更多细节 我不确定有没有贴牌 但我确定应该是中国大陆 我没有掌握相关的数量有多少 但是我确定是国防部的坐车 你今天要讲说什么 好像什么东西都不能用大陆制的 都不能跟中国大陆接触 那要不要先从国军开始整肃器 所有公共车辆安装的行车记录器 都依据国军营内的民用通信 资讯器材的管理要点 来办理申请跟管制 只是不久之前 民众董立委黄国昌才刚提报 国军使用中国制路由器 甚至还出现华为 引发外界担忧 国防安全出现漏洞 如今在爆出行车记录器 也使用中国品牌 只怕在先资安外泄一律 华氏新闻综合报道